从这边这个方向放一下 大型扫描电子显微镜 通常被用来研究岩石 这次秦小光准备用它对铜组等文物 进行骨髓分析 还真有东西 铜 铜 有钙 锡 看了什么东西 结果一句话就很快点 就是为了看铜箭头的成分是不是一致 还是是不是差别很大 如果差别很大 就应该是来自于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作坊 我们现在发现确实是不同的箭头 它含的这些不一样的 那就说明这个沙溪井确实是个驿站形成 通过分析发现 这些古代武器的原料 含有不同的半生稀有元素 来自不同类型的铜矿 而这些铜矿广泛分布在祁连山脉 秦岭 甚至是长江中下游区域 与西域相距甚远 显然是被人携带而来 不同地方的弓箭手 沿着古道而来 这座古城会是他们暂时落脚的驿站吗 他们是去了居炉仓 亦获悬泉志 如果能精准地串起这些四路驿站 那么几乎就等于证明了这条丝绸之路 古道之旁 一座被黄沙移平的成员 他真的就是曾经的沙溪井吗 秦小光想听听考古专家 在面对这样的遗迹和遗物时 会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您好 岳老师 您好 秦小光 曾科院弟子所 我们在那个 不是在龙伯伯科考吗 在那个古道的边上的一个 一个相当于古城 一百多米乘七十多米的一个 应该叫城了吧 一百多米乘七十多米 一百一乘七十 大概七十五六 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长方形的一个 一个有城墙 城墙都有 规模不大 规模不大 这个太棒了 所以这个 十二细锦 我看到十二细锦在哪 这个是古道 古道就通到这儿了 古道正好贴着城墙走 对 通过摇杆图看 这么清楚 这条道 东西还不少 这是一枚 然后 沙西锦的这个呢 有一枚带血槽 其他不带 一般情况下 这种三层键头的 这种建的 从秦带最多建 我们就说 兵马 清皇兵马用那边 因为它最早起源室 所以从秦开始起来了 真正大量使用 实际上是汗以后 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什么 是未进 还是更晚 这个我觉得恐怕得 还得更晚一点 恐怕得未进了 都未进了 宏观上发现了 这么长距离的 规模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道路遗迹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一个现象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们有地面 踏踏踩着这么多的 文物标本 根据这个呢 可以对这个道路的年代 给一个大致的判断 大概也应该是属于 东汉以后到 未进 这么一个时期 你要想确认 它的很具体的性质 那必须得有 过硬的证据 你们发现这个路 叫它去做一些 发觉 视觉 也许会得到 更丰富的一些遗物 来判断这个 遗迹的年代 和性质 甚至说 还可能发现 带文字的东西 就更好了 丝绸之路还在 无人区中默默等待 秦小光与丝绸之路的相遇 或许就在下一秒钟 但科学的旅途 将永无止境 它的前方还有长路漫漫 因为这个地方 有很多危险之谜 现在我们做的 只是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每次到罗布泊去 你都会有新的发现 所以这个 做不完的 这人的一辈子 历史五年的 罗布泊综合科考 已经接近尾声 与沉默荒原的对话 即使仍有许多失落的疑问 也将告一段落 对于五年的艰辛历程 最大的慰藉 恐怕就是这些 关于罗布荒原 全新的发现 穿越时空 深埋在沙土之中的 千余件细食器 确认了一万年前 人类就曾在这里 繁衍生息 畜牧渔猎 定居生活 高大的亚丹之上 遗存的半地学式居址 让我们看见了 四千年前 一群人 一群人 俯瞰地球 雷达的探测 深入进罗布泊 一块块干涸的岩峭之中 终于揭示出了 地球之耳形成的秘密 锋利塑造的亚丹帝帽 罗布荒原的统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学科都在自己的方向往前走 真正到学科的前沿有很多未知 有千千万万的设想 但最终的真相只有一个 就是看谁比你的真相最近 所有的事情不是无缘无故地来的 也不是无缘无故地走的 科学就是要找到它背后的围律 科学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思维的方式 科学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思维的方式 我总是希望说有一个新的问题 有一个我不知道的问题 那我一定要找到它的答案 我一定要去研究去探索 一个合格的科学家必须是有很多好奇心的 就是对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充满了好奇 总是想把更多的未知搞清楚 海道最终的声音 只想给你们看 海道最终的消息 只可把回车力震得更多的 所以我以为大家看过一个方式 是有一个发生的软件 对这个程式的方式 如果 FridayYouTube 就有一点钟给了一下 像是有更新的嘴巴 我那里